在球潭上講,已經算是一棵長青鼠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那麼多年來 你如何保持自己的體能和狀態 因為一年都有很多比賽 你如何應付那麼多的比賽呢? 在我來說可能是累積國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好像說不聽的小朋友 由早上到晚上都在球場上 那時候跟過教練 可能是由早上9點多 踢球踢到晚上7點多 8點多 整天在球場上 可能那些體能是由細類積落 如果現在怎樣保持 其實都是不斷地操練認真 這樣結回來